8月19 星期一 市大致上平穩 因為上星期五 光靜的烏龍盤 令市場有時擔心 股今日會有少少撞擊 其實早段也有少少反覆 但上證指數去到2053點 已經止步不肯跌 之後有買盤出來維持秩序 或者有資金入市也好 指數最後升升升升升升到2091點 其實在收市的時間 表現都不太差 廣告來說 亦受惠A股的斷定 日中高位曾經一度走上去 22551點 先說指數 早段低於85點 是22432點 日中曾經一度 初段輕輕反覆 去到22388點 之後指跌回升 曾經抽上去22551點 收市的時間是22463點 仍然是跌 不過跌了54點 其實都很溫和 成交金額少少少縮了 剩下443億 跌市成交少 可以被視為 顧額減少 這沒有太多意見 不過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上星期四個交易天 星期三打風 成交金額平均來說 每日都有707億 今個星期的成交金額 能否維持得到 這是很關鍵 如果不能維持的話 始終大家要留意 十天線 因為十天線已經升到 22170座的水平 每日都升四十幾點 其實距離的延至 不外乎二三八點 如果指數有明顯的下放 技術上是會觸及十天線 甚至乎是跌穿十天線 這點要留意一下 一旦行指跌穿十天線 即是亮起了技術調整的景號 這點就不可不防 因為由6月25日的低位 19,426點 升到8月15日的高位 22,696點 市已經升了3270點 絕對絕對不少 急升過後 本身就需要消化和整固 但問題是 你的消化和整固 如果一直咬著高台 就可能表示 升勢有餘未盡 但如果你的整固和消化 令到行指跌穿十天線 這就不是整固那麼簡單 是技術上的回徒 這點要留意 看8月份的市 由7日的低位 21571點 去到15日的高位 22696點 已經升了1125點 急升過後 少少整固 其實很正常 去到今天來說 股市已經正式踏入 8月份的下旬 未來還有10個交易天 這10日之內 會不會有些變化 會不會有些更加高呢 指數給我們看得到 暫時很難說 不過看A股的走勢 如果一直咬著高台不肯下的話 港股再進一步市高台 其實來說 機會相當高 值得一提的就是 近期很多股份 雖然有少少消化和整固 但沒有跌到高位 甚至好像700的騰訊 距離高位 因為不外乎那10元左右的水平 都不肯跌離 其他更加不用說 好像吉利汽車 已經升過了一個月的高位 我自己覺得 事件會有少少過便 換句話來說 升得多的 技術上要回套 但一些未升過 只要本身的基本因素強 股價仍然有資金去追捧 因為關鍵在哪裏呢 就是內地的經濟增長 力保測 以及第二季的增長 已經下調到7.5 就是說 今季第三季的增長 如果下調到7.4或者以下 不排除 真的有些政策 曲線去支持經濟 刺激經濟的增長 這樣說的話 意味著 離間買貨的話 基本上 就是 安全度比較高 你和8% 8.2% 8.3%的經濟增長 那下買貨 和現在買貨完全不同 那下跌落7.5% 條路都很長 但現在去到7.5%了 再下跌的話 大家都抱著 7%你都要補的了 不用怕了 即是錢 是會遷行偷步入市的了 無可否認的 近期來說 港股的走勢 的確是有少少轉强的了 不知道會不會因為 美股那邊轉弱 有部份的資金 流了來亞太局 尤其是香港這邊 有這個可能性 美股咬著高台 距離的高位不是差很遠 但港股仍然 還在相對比較低的股值 所以 暫時來說 有貨在手 就持營保態 不過 如果一直都沒有買到 來到現在市場上升了 3,270點 好不好買呢 就真的兩體了 我覺得 就算你真的要買 都不要全身投印 我覺得應該有兩手準備 萬一 市再衝上去 逐著逐著加上去 那沒問題 反過來 一買完 市真的有個明顯的調整 都不要緊 資金在手 再後低位 再賣 最緊要 買上一些好的股份 就可以了 那麼 世價股暫時來說 還不是是時候 大家對世價股的吸陋 指而是比較短線的 即是輸和贏都會立即理性 去指示 或者減榜 那麼你的損失就應該很有限 始終 市要走上去 都是大路股為先的 好了 我今天要去北角工作 今天要先做一些講義 明天再同意見 來看 我現在看 買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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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不在